超登頂玉書美術館 博星登頂在電視《歐洲劇室家》 三母張克斯的作品 他的作品讓人有很盡興的視覺享受 他過著什麼創作 他已經替條索來聽見 不然這比這也就出探討 人心無感激動的轉變 我們的UNA派在電視台 看起來跟真的一樣 為皮膚和血更加緊緊 經過藝術家三母張克斯的創作之下 挑戰到大家對當代消息結束的看法 每一個作品都有它的問題性 算說整體的調色相當複雜 不過在這個傳統當中 來創作新的東西 也是作為跟觀眾交通最好的風險 用出採機會 又開始創作的三母張克斯 一直來挑戰到自己 對於藝術家來說 他覺得超寫實或寫實的作品 可以更快的讓觀眾進入這狀況 如果你只是稍微有一點點具象 有一點寫實的話 其實觀眾沒有辦法那麼快的話 就可以進入作品 電視台過期十年 正有代表性的創作 三母張克斯 希望探討人心不一樣改端的專本 先像有這件作品 依依附近幾位葫蘆來做完興創作 面對困惑的生活 康德家庭都在照顧今後的大家庭 他的作品從剛出生的小孩 然後一直到中年 然後一直到甚至老了 然後過世了 這樣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他在談人的一個 從出生到死亡這個過程 一個流 身體的一個流變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他談的就是說 不只是一個寫實的 超寫實的技術 然後他有很深刻的人文思考在這裡面 你不想只能為他 能為他代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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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不是技術專業的出生 不過三母張克斯 早期在電影產業工作的時候 又開始創作 並且幾版過幾個電視 適合各個技術的競爭 這本羽繡美術館特別來幾位 一直到八月26號 歡迎鄉親蔡主義友的方式 來欣賞到這段爛爹的電視 就是技術女星彩虹博多